而亚洲最严重的除了印度 另外就是越来越恶化的菲律宾 菲律宾在刚刚结束的星期日 单日新增5032例 一天新增超过5000人 当然破菲律宾的记录也让人听了 觉得非常的惊讶 至于菲律宾全国确诊的病例飙破10万 累积的亡固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蒂宣布 马尼拉市和邻近的省份 从星期二开始整整半个月 改良是加强型社区隔离 一直要隔离到8月18号 而这位总统声称买不起窘金的穷苦民众 不妨在口罩上滴汽油消毒 菲律宾上百个医护团体 联合举行线上记者会 要求总统杜特蒂赶快重新实施防疫封锁 因为8月第一个周日 单日新增确诊就超过5000人 菲律宾医疗体系兵临崩溃 听到总统说再称一下 菲律宾医护园门秒怒 菲律宾从三月防疫封锁到六月才解禁 但这几乎是全球最长最严格的封锁措施 似乎失败了 菲律宾现在确诊率在东南亚 仅次于印尼 市场门口放着棺材 直接用恐吓方式防疫 民众不是没被吓到 但更多的是无奈与无计可食 穷人怎么防疫 经常语出惊人的总统杜特地 七月底朝嘴里喷酒精消毒 八月一日他有更惊人的言论 再次吓坏幕僚 七怀百姓 但独特地坚持自己是对的 菲律宾化学家联合协会公开提醒民众 吸入过多汽油会伤身 美国疾控中心也表示 反复接触汽油会使皮肤过敏 发炎甚至烧伤 不过独特地倒是从善如流 做了两件事 宣布马尼拉市与附近的几个省份 开始改良市加强行社区隔离 并且允许增聘医护人员 彼此隔着遥远的距离参加主日弥撒 之后可能又只能上网看直播了 因为再度开始的防疫措施 规定民众暂时不能用交通工具 居民可以出门 但必须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必须出门的也得有工作证明 与检疫通行证 从7月24日起 近万名外地移工 挤进马尼拉棒球场看台 由于防疫封锁 这些人失去工作机会 还得在这里等待官方筛检结果后 才能离开 但7月底 菲律宾政府只完成 4000多人的返乡输运 在没有球赛的体育馆里涌挤着干等 参丰露宿 让这些菲律宾国民 在自己国境内宛如难民 遇到第二波病毒攻击的 不止菲律宾 澳洲维多利亚省 疫情也上升 已宣布进入紧急灾难状态 从7月初开始 因疫情上升 收紧封锁的澳洲维多利亚省 还遭遇临近各州 官上州界 是百年来首次 鸟儿走过空无一人的广场 仿佛搞不清楚 怎么人类恢复活动 才几周又全部躲起来了 维多利亚省社区传播病例激增 感染者多半没去过国外 也没接触过确诊病人 感染源不明 至今有逼近一万两千人确诊 超过一百三十人病亡 民众抢购囤食物 货架被买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周日晚上维多利亚省开始防疫封锁 每天每户只准一人出门采购必需品 大城墨尔本的宵禁从晚上八点到早上五点 墨尔本居民只能在其房屋方圆五公里内活动 每天只准许一小时出外运动的时间 学校和托儿所再度关闭 几乎无缝接轨的第二波疫情 真的比全球各国预料的都更早来袭 TVBS新闻综合报道